《圣经》一夹 我们的使命 圣灵更新 活出圣经 合一荣神 《圣经》如何明白《圣经》第二部分? 《普遍的原则》第九章认识文法第一部分前言 《解经》的第三个普遍的原则是 依照具志的文法解经 文法是什么呢? 文法学家说 文法包括自的形态 以及自和自彼自的关系 这两种都会影响具志的意义 这类我们主要看后者 一般来说 自总是要互相组合以后 才能表达出清楚的意思 单独一个字是不行的 这在前一章已经讨论过了 一个字一旦和其他的字组合 意思就显明出来 或许有些字 本身就能表达出来某种意义 例如阿忧 勾劣表达愈这个字的人受到某种疼痛 可是 是因为被密封殖了 坐在一根字上面 或是被人打了 这必须有其他的字补充 才能表达出完整的意思 我如果想向某一个人表达我的意思 我们都必须对于具子中自与自的关系 有共同的认识才可以 这意思是月 我们必须懂得一点文法 才能归类 理解自和自彼此各种不同的组合方式 现在要举两个例子 看看文法的原则如何帮助我们解释经文 个林多禅书十一二十七这样月 所以无论何人 不按你吃煮的饼 喝煮的杯 如果我们问说 这类不按你指什么说的 是指那个无论何人 还是指吃和看呢 换句话说 时髓有一个 无论何人是不配的额 还是说 这个无论何人 不按你地吃 喝呢 去多人以为是前者 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变成这样 一个不配的人不可以参加圣餐礼 也可以说 因为他们自己觉得是不配的 所以他们不参加圣餐礼 可是 依照文法规则 我们晓得并不是这个意思 根据字典 不按你是负持 而负持是修饰动词 不是例子中 英文字unworthy 的意思是不按你地 他的形容词是inworthy 意思是不配的 教定本和一些其他的版本把不按你 unworthy 翻成片语的形式 以不相称的态度 in an unworthy manner 任何人不应该因为他是不配的 而不参加圣餐礼 除非他故意留在罪中 那令当别论 我们本来都是不配的 完全是因为基督的死和的价值 我们相信 这价值就成我们的 我们才得意也才应当参加圣餐 可是另一方面 我们却有可能不按你们参加圣餐礼 我们可能会有带着应有的敬畏和足灵的分辨 我们可能会有适当地顾到别人 我们可能先聚走饱福 这节经文指的就是这些恶事 因为有文法 因为我们认出重要的字是富士 而不是形容词 才明白这节经文的意思 第二个例子在约翰福音二十一十五 耶稣问彼得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啊 我们立刻会想 比谁或比什么更多呢? 从字典 我们知道这些是指是代名词 是这个的福数形式 我们再查这个 知道是指是代名词 而形容词 用来指在附近的一个人或一件事物 或者指刚刚提过的 或正要提到的谈话题目 因此 我们就从附近的上下文里面找 所指的是什么人或什么事物 耶稣问彼得者说是 有没有有谁在附近呢? 有 一些闻徒 附近有没有有一些东西呢? 有 一些刚打到的鱼 这样 因为懂得文法 我们找到了这些的两个可能意义 现在 我们要用另外的原则 决定那一个意义是对的 上下文第一节告诉我们 虽然耶稣以前把彼得 重报如这个职业忠夫召出来 但他又回去报如了 这表示 现在他可能爱与他的职业过于爱耶稣 事实上 彼得自己以前会说过他比其他的门徒更爱耶稣 没有任何违反文法规则的意义 所以 要明白圣经 懂得文法是很重要的 这没有甚么稀奇 因为基本上 文法的意思就是 我们是按照人类语形的正常法则去明白圣经 圣经吉甲邀请大家 分享 赞好 订阅 留言 影片圆结祝福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